现在咱们做窗户块 窗户安好了 这个窗户块 窗户安成这样 底下的 侧面的 还有上面的 那问题是 中间空的 所以得盯一块木头 这个木头要跟它找齐 这边盯一块 这边都得盯 都得盯 好了 咱们下面开始了 由于这个不平 我加了一块shim 在这边shim 放在这 你先搭好了眼 这边也是一样 底下 加了一块shim 这样放板保证一样平 那么现在咱们给它盯到 这个上面 这边是齐的 看这边 这边也是齐的 这是齐的 看了 这儿 这边也齐了 然后这样呢 就把这块板 就行了 同理 另外三面都是这样 然后把那 casing呢 你怎么按反的 就这样 钉在 钉在这就可以了 中间呢 再打成缝 当然了 这块板要宽一点 这边 底下 钉个块 上面 这样 钉个块 往上一放 再钉到这个上面 就可以了 好吧 咱们去钉块 这个块比较麻烦 下面给大家看看 我在安装窗户的过程中 造成的一个严重的失误 在窗户的这一侧 窗户与墙的距离 是5英寸 但在另一侧 这个距离则是 4分之3英寸 窗户的一侧 与内墙的距离较远 另一侧较近 也就是说 这个窗户安斜了 这样必须把窗台的 一边锯成斜的 才行 这个窗户除了窗头的距离 比较一致之外 两侧的窗框 和下面的窗台 它们离内墙的距离 都是不一致的 所以 在安装窗户的时候 除了要保持窗户的 横平竖直之外 还要保证 窗户的丝框 与墙的距离一致 这一点 在油管上 安窗户的许多视频里 没有提及 如果这个距离一致的话 即使窗台的木料较宽 那么锯起来也很容易 直着锯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斜着锯下一条 并保持准确性 就不容易了 为此 我还买了一台台锯 Table Saw 同时还在亚马逊上 订了一个小工具 叫Table Saw Tapering Jig 它是帮助用来锯斜线的 但用了一下发现 不太好使 就给它退了 最终 我还是用Jig Saw 沿着画好的线 慢慢锯的 各位注意 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再强调一遍 按窗户时 除了窗户的横平竖直之外 窗户的四块 与内墙的距离 一定要一致 那么现在 下面一个工作 就是 把这个边 锯掉一点 困难的是 不是直线而是斜线 这边锯的少 这边锯的多 最终 窗户框都准备好了 先刷上些白漆 窗户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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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准备好了 现在把它们装到窗户上 对好线 打上钉子 好 行了 得直直地往里放是吧 对 你用垂子往里炸一炸 用木头板垫子往里炸 我觉得两个就够了 两个 一个 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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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出现问题 一会儿 三会儿 谁 不 一会儿 对不起 有分 这边有分 这些份儿都要用窗户的专用胶给堵上 最后等胶干后再刷上漆 这个窗户可以开,这边也可以开 终于大功告成了 虽然出现了很多错误,但是结果还是很不错 因为我们把这些错误都给纠正了 通过我犯的错误,希望大家吸取教训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对大家有帮助 咱们下期再见,bye 咱们下期再见